高尔吉曾说,诚实是人生永远最美好的品格 由此可见,做人应该多一点真诚,少一点虚伪 人与人之间最美的品格,不要辜负别人对你的信任 因为信任是人与人之间的栋梁 一旦破坏,就再难建立起来 做人要真诚,为了钱拗人设,早晚都有翻车的一天 水泥装卸工,美女大网红 两种天差地别的身份却能在一个人的身上切换自如 这个人就是宏极一时的水泥妹张芳芳 28岁妙龄女子,有长相有身材 却干着扛水泥这样又累又脏的活 只因她要给身患癌症的丈夫看病 就在自立自强的她赢得全网关注与尊重时 却突然被爆,水泥妹不过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扛水泥,患病丈夫都是经纪公司包装出来博眼球卖惨的 她在真实生活中开豪车住豪宅,奢侈程度令人杂舌 当遮羞布被官媒扯掉 水泥妹张芳芳该如何继续她的骗局 在收割了一波韭菜之后,如今她又过着怎样的生活 水泥妹张芳芳的出现 与当前社会扭曲的价值观 以及不良媒体恶意炒作又分不开的联系 2017年8月,一张女子的照片在网上疯传 照片中的女子浑身沾满水泥 但她却毫不在意地坐在水泥堆上 痛快地饮用着矿泉水 众所周知,扛水泥是像又累又脏的活儿 一般都是青壮年男性去做 那么这个女人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工作 她又是什么苦衷呢 很快,一个叫大德良达的大于号 在未经调查核实的情况下 就发布了一篇叫做 水泥妹扛水泥救助患癌症丈夫的励志文章 对这名女子的故事进行报道 在大德良达的杜传中 这个叫做张芳芳的妙龄女子 今年28岁 她的丈夫不幸得了绝症 急需一笔巨大的手术费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男来时,各自飞 可到张芳芳这里 她不但没有因为丈夫的病情而提出离婚 也没有利用自己的身材和外貌去赚歪钱 反而脚踏实地 靠着辛勤的工作去赚钱 她每天要扛96吨水泥 白天干活 晚上照顾患病的丈夫以及直播 以此换取微薄的收入 要知道水泥是有腐蚀性的 所以每当网友们看着张芳芳一身水泥 依旧无怨无悔地要干活时 都心疼得无以复加 大家纷纷给她点赞 关注她的直播账号 还有人给她丈夫捐钱 更有人为张芳芳送上水泥妹 水泥西施等好听的称号 让张芳芳的名声越来越响亮 张芳芳还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 开通了打赏和带货功能 她的粉丝越来越多 收入也越来越高 成为平台上年入百万的大网红 然而就在张芳芳与网友们互动频频 疯狂收割韭菜时 她的真实身份也开始被一些人质疑 张芳芳曾在直播中表示 为了多赚钱 她每天要扛96吨的水泥 这话乍一听没毛病 但是仔细回味一下 就觉得不接地气了 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看96吨水泥到底有多少 按照常规包装 一袋水泥一般是50公斤 一吨水泥是20袋 那么96吨水泥大约是1920袋 1920袋水泥又是什么概念呢 大概就是这样的大卡车能装四车 假如说水泥妹天生神力 能够在一分钟之内完成 接水泥、扛水泥、麻水泥等一系列工作 那么完成1960袋水泥的扛运工作 大约需要32小时 好 如果你说水泥妹就是比别人能干 一次能扛四袋水泥 那么也就是说水泥妹可以扛着400公斤的重量 干8个小时 如果水泥妹真有这个本事 那她也别扛水泥了 直接参加奥运会得了 当然也有水泥妹的粉丝帮她辩称 不过是说法夸大了一丢丢 这又能怎么样呢 这并不能掩盖水泥妹艰苦苦素的品质啊 但水泥妹接下来的行为 让这些为她说话的粉丝反被狠狠地打脸 原来有人拍到水泥妹现在的作家 竟然是一辆马沙拉蒂 要知道马沙拉蒂可是高富帅 白富美专用作家 这样的跑车没有八九十万 根本拿不下 水泥妹这样靠着扛水泥 维持家庭生计的人 配上马沙拉蒂的豪车 真的合适吗 就算粉丝再热情地给水泥妹打赏 也不至于打赏出来一辆马沙拉蒂吧 即便这辆车不是水泥妹的 但以她的家庭情况 养护这样一辆车怎么也得十几万 这钱不是应该留给她患癌的丈夫看病吗 渐渐地有关水泥妹身份 人设都是造假的传言越来越多 她的直播间开始充满质疑的声音 不过水泥妹却坚定地否认了这些质疑 她信誓旦旦地告诉网友们 她就是一个扛水泥的工人 如果再有谁污蔑她 她将把对方告上法庭 以此捍卫自己的名誉 就在水泥妹一边与网友打着嘴上官司 一边马不停蹄捞金时 官媒出来主持正义了 2018年 官媒点名批评水泥西施 你骗人的样子真丑 官媒对水泥妹的身份 人设进行揭露 并且严厉地批评她的这种行为 到了这个时候 水泥妹不得不站出来 承认错误 原来水泥妹张芳芳家境并不错 而且她丈夫不是肺癌 只是出现了肺部感染 曾在徐州寺院接受过治疗 张芳芳以前就做过直播工作 但是没猜没貌的她 在直播中丝毫不占优势 后来有公司签下了她 对她进行一系列的包装 当时公司包装的并不只是张芳芳一个人 还有一个叫汪雪颖的女主播 在团队的指导下 两人开始了精心策划的骗局 从2018年8月开始 两人陆续在网上 发布了一些扛水泥的视频 浑身沾满水泥 汗水将鹅发打湿 笑容朴素又坚强的张芳芳和汪雪颖 赢得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而随着大德良达的文章 水泥妹扛水泥救助患癌症丈夫发表 张芳芳先汪雪颖一步活了起来 并且得到了水泥妹的称号 汪雪颖得到的关注并没有张芳芳多 但是团队希望她也可以蹭上一波热度 于是她自封水泥姐 和水泥妹张芳芳一起在网上捞金 善良的网友们被这两人蒙在鼓里 眼含泪水地看着他们诉说生活的苦难 和自己的坚强 并且慷慨地给予他们打赏 殊不知他们出现的每一个镜头 每一个动作都是团队策划的结果 身上脸上的水泥怎么抹 话怎么说 都经过精心设计 力争让网友一看就被他们吸引 不过假的就是假的 根本经不起推敲 当全网都识破他们的谎言以后 张芳芳也不再坚持 她把锅甩在了其他网友身上 张芳芳表示自己扛水泥只是为了体验生活 而且自己并没有让网友捐款 这都是网友的自发行为 张芳芳的行为无疑引起众怒 她的粉丝开始急剧流失 看到这样的情形 张芳芳和老公都着急了 于是他们又想出了另一个方法 炒作夫妻感情 现在网上不是流行把夫妻相处 吵吵闹闹的情形 发到网上不关注吗 水泥妹夫妻也有样学样 打算再隐移波流 顺带女女粉 卖卖惨 多卖些货 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网友们欣赏到了水泥妹夫妻吵架 动手和好 吵架 离婚 复婚 再离婚的戏码 原本正能量的水泥妹 已经完全陷入到低级趣味的家庭感情剧中了 粉丝们也看得麻木 纷纷取笑关注 再也不想看到他们之间的闹剧了 假作真实 真一假 真作假实 假一真 反正在当前的阶段 水泥妹夫妇是处于离婚状态 而水泥妹也没有什么真本事 别看她粉丝一百多万 其实都是留下看她笑话的 而且她带货能力低下 商家高价请她带货 她只会吆喝着 我们是真货 我们便宜 但是一场直播下来 收获甚微 渐渐的 商家也厌倦了她的套路 不再与她合作 看着她没有了利用价值 团队也与她节约 这个时候水泥妹慌了 她开始宣称自己怀孕了 但又不严明孩子爹是谁 一会儿跟前夫合体拍照 一会儿又与小鲜肉暧昧 看来水泥妹还是不辞心 坚决要在割韭菜的道路上走到头 李逵还是李鬼 真相最终都会浮出水面 妄想通过欺骗 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最后一定不得善终 而水泥妹和团队之间的这种手段 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欺骗观众 更是违背道德的正确观念 他们妄图通过这种欺骗 达到某种名利双收 也正是因为有他们这种人的存在 才导致社会的信用感频频缺失 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们 无法得到社会的帮助 水泥妹及其团队 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欺骗 他们是在抹黑农民工的形象 同时也是恶意消费社会的善意与同情 真是没想到 在科技提升的时代 我们的日子本该越过越好 却也成就了一群骗子 为牟利而编造的各种谣言片剧 你能相信一个现实中的年轻女子 她与视频中的情况相反 难道只是为了圈钱吗 其实她骗走的不只是钱财 而是广大网友们的同情心 这也是水泥妹卖惨和方德时钟的原因 有烟道 演戏的是疯子 看戏的是傻子 这句话虽然不雅 但也在提醒我们提高辨别能力 不要给这些搞虚假人设的团队 推波助澜 同时也希望法律可以加强打击 不然这次曝光了水泥妹 未来还有可能出来水泥歌水泥嗓水泥骂水泥爸 防止水泥家族继续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人性本善从我们出生那一刻开始就显现出来 人性闪出动人的光辉 并不是书本上那些人生理想可以教我们如何的 所以当我们面对可怜的人群 或者是遇到悲惨情况的家庭时 会言不由衷地表现出同情心理 然后帮助别人 但这也正是人类的弱点 才容易被一些有心人加以利用